時序邁入秋天了 早晚天氣有變涼的感覺 根據氣象局資料顯示 星期一開始太平洋高壓會稍稍增強 花東地區的雨勢會趨緩 星期五之前都會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不過山區的午後還是會有短暫鎮雨 而到了星期六 東半部駕雨機會會提高 天氣又稍稍再轉涼一點 建議民眾要留意氣溫的變化 時序來到入秋 民眾應該也有發現早晚氣溫轉涼 而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 14日週一雖然天氣仍不穩定 但15日起到18日 天氣將相對是多雲到晴天氣 僅東南部有局部短暫鎮雨 山區午後有局部短暫雷震雨的發生 這一週的天氣大概就是 跨分於今天14號到18號 大概就是一個天氣相對晴暖的一個天氣 然後偏向於午後有局部鎮雨 或是雷震雨的一個情形 那19、20受到北方封面的影響 東北封下來的影響 就是會風比較大 然後雨會比較多 早晚現在天氣比較涼 我們可以看到在清晨 或是晚上大概都在25度 26度的一個情形 所以如果早出晚歸啊 應該可以 如果騎車可以適當的添一下 搏衣服 預寒一下 不過週六至週日 預估將有一道封面接近台灣 屆時東半部水氣偏多 將有局部短暫震雨 山區午後有局部短暫雷震雨 氣溫也會稍微下滑 建議民眾出門記得攜帶雨具 以及適時增添衣物 避免著涼 記者蔣邦彥華聯師報導